4月9日 红海股价区间整理量缩换手洗盘 作者,A大 今天台股主力就是台积电一个人在表现 前几天台湾发生7.2级的大地震后 外资群完全没有卖超台积电 就知道外资群会持续拉台积电了 台积电股价突破688元后就一路的走高 上面也没有任何的压力 这就和红海股价突破155.5元差不多一样的意思 当初台积电股价占上688元后 股价在688元整理了11个交易日 当外资群及主力确定能把台积电的688元从顶部变底部 接下来台积电股价就变得很容易拉台了 红海股价占上了155.5元7个交易日了 今天有向上突破到161.5元 不过之后股价又杀到155.5元测了一次底部 当初台积电要向上突破688以上 也测了两次688元后才突破 从688元一突破就到了796元 接着又整理一个月再向上突破到819元 如果外资群及主力在操作台积电及红海的策略是一样的话 可能再测一次155.5元后就会向上拉开突破 基本上红海155.5元以上也是没什么套牢卖压的 会有人说2009年前有套牢卖压 如果你从2009年持有红海到现在 你光配股都不知道多配几张了 怎么可能会套牢 现在会在155.5元卖的人 根本不会是当初在2009年以前买的人 会卖的人单纯就是中了锚定效应 他摊开月线及季线的技术线型 把滑鼠指标移动一下 画两条线 然后就觉得掌握了全世界 这种我称为散户心理念 这种卖压不会很强 大家看三大法人在红海股价155.5元上6个交易日了 三大法人是卖超7335张的 意思就是155.5元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套牢卖压 一切单纯就是散户自己想出来的压力 外资群集主力为了让更多人在155.5元换手 就在155.5元附近整理了一阵子 做多外资群集内资根本没有在155.5元这个价位花什么力气的 红海净值107.7元 近三年都能赚10元以上 配出5.2元 5.3元及5.4元 筹码面仅能影响到短线的股价 对价值投资者来说 确定红海未来两年AI伺服器会是主要成长动能 就不用太在意股价的波动 大家按赞并留言 中长线价值投资三要素 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理面 今天买超红海最多的是美龄 把6万张到完货后 今天又近来红海捕获了5463张 其他的主力做多外资群及主力做多内资都是采访手的态度 就是让红海股价能在155.5元附近整理 让没有信心的股东出去 让有信心的进来 大家很常听到有人说换手及洗盘 其实就是把持有低成本库存的人洗出去 这样的好处在于盘式可以比较稳定 我举个例 如果一个散户成本100元 涨到150元时 他已经赚了50%了 如果主力做多外资群及主力做多内资就是一直向上拉抬 中间都没有什么令人害怕的回荡 那持有100元库存的散户就会一直持有 直到某一天红海股价走势变弱才会卖出来 如果主力做多外资群及内资不让红海股价在155.5元整理 那之后就会有一大堆散户在某个位置把股票倒出来 只要散户的力量太大 那有可能会破了主力外资群及内资做的局 所以最近6个交易日在155.5元整理 常常就是一副下跌要崩跌回去100元的走势 然后再拉上来 时间久了后 就能让一些没有信心的人出去 也能换进来一些买在155.5元的新股东 这些股东进来买进后 成本一定是比主力做多外资群及内资的137元高 但现在买进的人你也不用担心 虽然你的成本比较高一点 但主力做多外资群及内资未来如果想要赚一个大波段 那他们就会持续的大买 目前成本137元 未来如果在155-200买了50万张 成本可能就会是在175元 这样加全平均后 外资群及主力的成本就会落在156元 也不会比目前进来的人低 外资群可能拉抬到最后就会像台积电这样 轻轻地买个一两万张股价就上涨很多 后面只要让鸿海股价维持在250元 300元 350元 400元一阵子后 那大部分想要进来鸿海投资或投机的人就只能买在这区间 这时外资群及主力的成本在156元 你就知道他们能赚多少钱了 一开始散户一直担心外资群及内资到货 我只能说这些人格局小了 现在三大法人到货的话 他们必死无疑的 他们买的这50万张 一定不可能卖高于137元的 有可能卖光这50万张 平均是会卖在115元左右 毕竟现在虽然有一些人开始相信鸿海股价值155.5元以上 但人数还不够多 一定要让鸿海股价维持在155.5元以上一段时间 大部分的投资者才能接受这价格 我称这叫矛定效应 大家看伪创级广达 当初外资群在26元到45元买了一大堆 一些散户就以为30元、33元、35元、40元的伪创很危险 觉得外资群及主力会在这里倒货 当初外资群及主力在45元以下倒货 倒霉仅是外资群及主力罢了 最终外资群及主力把伪创拉抬到160元 其中120元到160元就是自己在那自买自卖自爽 当伪创涨到120元时 大部分流动的筹码早被外资群主力吃光了 外资群及主力在120到160元买来卖去 那了不起就是浪费一些手续费及交易税罢了 当伪创股价打出一个锚点160元后 外资群及主力再让股价跌回120元 这时散户就开始相信伪创值120元了 外资群就在100到120元把手上几十万张的股票导货给散户 一开始把成本45元的倒完货 结果散户一片叫好 外资群只好再拿成本26元以下的出来导货 这样才叫一个合格的局 这种大格局才能让外资群及主力赚到几十万张 两到三倍差价 外资群及内资想要在红海达到这样的情况 一开始手上一定要先吃低价库存 因为近三年外资群和价值投资者拼个鱼死网破 所以卖出了130万张 外资群手上一定是没有低价库存的 最近外资群买的30万张 这还远远不够 对外资群来说 他们所谓的低价库存成本在137元 重点是也才30万张 你现在就怕外资群倒货 我是不懂外资群这样倒货是要赚什么 而且红海说未来两年拿到很多AI伺服器的订单 GB200的订单已经摆在那了 加上AI产业接下来几年年复成长50%以上 对外资群及内资来说 这可以做一个很大的局 可能玩100万张以上的局 外资群现在如果把手上30万张的股票卖出来 一来赚不到什么钱 二来卖光后 红海的AI伺服器的营收及获利越来越强 那外资群就完全吃不到红海在AI产业的红利了 重点是目前所谓的AI概念股的广达 伪创 光宝科 英业达 股价也都在疯狂价了 广达股价净值比5倍多 伪创3.3倍 光宝科2.87倍 现在除了红海还在1.47倍外 剩下的都超级贵了 外资群如果现在把红海的股价倒出来 股价会回到100元 110元 120元 这我都不意外 但红海股价只要回到100元 一年赚10元多 今年可能赚到12元 一年能配6元多 那些高股息ETF 如0056 00713 00878 00919 00929 00939 00940 00946等 一样是会疯抢红海的 所以外资群及内资现在根本没动机导获红海 导获了对他们没啥好处 不要以为每个外资群及内资都像美龄这样有病 外资群及内资现在才在红海中能使用的策略真的就是不多了 所以现在外资群及内资就是明白着让你知道他们想干吗 这也是为什么近一个多月下来我都能知道外资群及内资想要干吗 未来股价涨到净值比3倍 4倍 5倍时 外资群及内资就会开始耍花样了 那时你再来担心外资群及内资会坑杀你 现在每天红海股价波动 就是在送散户前 现在外资群及内资是在做局的阶段 每天都会给一些无知小散户及小散户香儿吃 现在越是无知 越是敢买敢冲的 就越能赚到钱 现在越无知的进来红海中 越容易赚钱 不过无知小散户及小散户在半年 一年 两年外资群及主力在收网时 他们还是一样像现在好傻好天真 最终就是会被外资群及主力连本带利的把钱拿回去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红海股价区间整理量缩换手洗盘 二 法人布局个股力多会有的行为 三 美龄压制红海股价为了导货伪创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205.62亿 投信买超台股7.43亿 自营商买超台股18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台股231.05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减少11018口 期货留仓多单5164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多单4267口 今天台股成交4431.44亿 上涨378.5点 涨幅1.85% 收在20796.2点 电子上涨22.59点 涨幅2.11% 收在1095.36点 金融上涨18.79点 涨幅1.03% 收在1838.93点 今天外资群把地震时步的期货空单全部都回补了 期货多单流仓的口述就和地震前差不多 今天台股上涨378点 扣除台积电就仅上涨了78点 外资群买超的205亿中 有160亿市买超台积电 台湾发生7点二级的大地震 外资群完全没有卖台积电 就知道他们头已经洗下去了 根本就不敢卖台积电 有一些人不相信锚定效应这件事 台积电之前的高档锚点是6888元 在两个月前大部分的人一定觉得台积电688元是高点 现在应该没有几个人敢说台积电688元是高点 这就是锚定效应的威力 现在可能台积电跌到780元 750元都会有人买 外资群及主力在台积电应该算成功了 之后不论怎么卖台积电 就是赚多及赚少罢了 这就是外资群及主力会做的局 很多散户看到鸿海股价涨个几毛 几元就觉得股价要跌回去了 现在鸿海的股价净值比才1.47倍 台积电都已经6倍多了 围影都10倍了 想要赚到大钱 你的格局就要大一点 至少可以去参考一下外资群在别挡全职股的做法 广达都赶5倍多 伪创都赶3.3倍了 外资群买卖超前5名 卖超前5名 第一名的中刚 买了56,270张 第二名有达 买了47,512张 第三名新光金 买了25,800张 第四名开发金 买了24,474张 第五名中石化 买了24,042张 卖超前5名 第一名的伪创 卖了34,052张 第二名的复华台湾科技优袭 卖了21,135张 第三名的群创 卖了14,737张 第四名的中兴殿 卖了8,563张 第五名的元大台湾50反一 卖了8,487张 鸿海主力筹码分析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美林 买了5,463张 第二名的是摩根大通 买了4,349张 第三名的是国泰综合 买了2,683张 第四名的是美商高盛 买了1,580张 第五名是凯基战前 买了1,466张 今日卖超 第一名的法银巴黎 卖了4,056张 第二名的是花旗环球 卖了3,016张 第三名的是台湾汇利 卖了1,527张 第四名是元大 卖了1,190张 第五名的是港麦格力 卖了928张 鸿海今天主力筹码分享 一样是分四个部分 第一就是当冲客的富邦嘉义 凯基台北 今天凯基台北买3,560张 卖3,504张 买超56张 当冲赔163万 富邦嘉义买622张 卖658张 买超36张 当冲赔31.2万 接着来看主力做多外资群 大摩今天买1584张 卖1649张 卖超65张 当冲赔94万 大摩比较偏护盘的防售 小摩买6078张 卖1729张 合计买超4349张 当冲赔218万 昨天小摩卖4000多张时 我就和大家说以小摩买的量来说 一定就是护盘 昨天多卖的是被上海汇丰买走 今天就把这4000多张的银带拿回来买进鸿海 瑞银今天买6545张 卖7260张 卖超714张 当冲赚10万 瑞银这种玩法也是偏护盘 昨天新加入主力做多外资上海汇丰 今天也是买了211张 不过买的不多就是了 接下来看主力做多内资的元大 元富 凯基 国泰 统一 富邦级永风金等 今天合计买1225张 等于也是做防守的动作 今天美龄又进来买红海了 昨天美龄把手上剩下的3000多张卖了 今天美龄买7968张 卖2505张 合计买超5463张 当冲赔204万 美龄手上又补充到筹码了 等一下我们把美龄在伪创作的进出做一个分析 再来就是忽多忽空的外资高盛 今天买超1580张 高盛近三个交易日买超了4330张 看是不是有希望成为第五个主力做多外资 法国新业今天买超937张 法国新业也不算是忽多忽空 只是买的没有这么积极 从三月份以来 法国新业也合计买超了21476张 有越来越多的外资群及主力进到红海中做多 之前我说过 一买一卖成交易 股票只要落在外资群 主力 超级大户的手上 红海股价就是一涨难跌 今天红海洗盘也是洗得很夸张 早上以158.5元开出 然后一路涨到161.5元 接着再杀到155.5元 上下波动来到6元 这也是我和大家说的 现在红海不适合用杠杆 之前红海股价了不起就是正负0.5元 涨跌1元算是很大的起伏 一年也没有几次涨跌4.5元 面对这么小的波动时 股价又在静止 你当然可以使用杠杆 现在红海一言不合就波动个6元 7元 不然就是涨个6元 7元 8元 9元 10元 10亿元之类的 波动已经算是很剧烈了 你用现股买进后报的注就谢天谢的了 如果你在股价净值比1.5倍使用杠杆 虽然目前是理性时的相对低点 但因为股价波动剧烈 你自我心里面没有跟上的话 你使用杠杆仅是容易造成你频繁交易罢了 会在股价净值比1.5倍进来的投资者 就是比较在乎时间成本 机会成本 资金成本 这些人可以承受较大的波动 毕竟你想要在短时间赚30% 50% 100% 甚至是200%的报酬 你总不可能要求红海每天波动正负0.5元吧 每天涨跌0.5元的话 你是要多久才能赚到100%的报酬 以最近6个交易日下来的鸿海 就是把进来的股东成本洗高 近一周进来的人平均成本在156.9元 这几天盘中股价一副就是要崩跌的样子 一般自我心里面不够健全或是下重注的人 很容易就会把手上的股票卖出 这些人就是最近洗盘的重点 这些人一定是要进行一个换手的 外资群及主力不希望太多人持有低成本的库存 尤其是成本很低又很容易眼内心细的 试想外资群及主力如果往更高的价格攻击 里面都一堆没啥信心 成本又低的散户 那股价一涨上去散户就会倒货 这样外资群及主力的攻击就会无功而返 如果散户卖的力道太大 还有可能造成这个局就破了 所以最近大家有没有发觉主力做多 外资群及主力做多内资都是防守 所谓的防守就是洗盘 让一些没信心的散户出去 让一些新的股东进来 透过统计的力量让进来的人平均成本比他们高 之后外资群及主力在向上攻击时 才不会有太大的阻力 今天鸿海平盘 股价收在158元 成交量10万02584张 近三个交易日下来 很明显主力做多外资群及主力做多内资就是在防守 鸿海近三个交易日的股价有两天平盘 一天是跌一元 之前我说过 当股价涨上来后 股价要能维持住才算是有意义 主力做多外资群及主力做多内资也是懂这道理 他们也不会太盲目的去拉抬鸿海股价 还是有计划的在150到159元之间整理 然后把155.5元变成支撑区 鸿海股价如果在155.5元这附近整理一阵子 那一些看空的人就会绝望 一开始看空的人是觉得股价涨太凶极太快 觉得涨太多了才想要放空 后面发觉鸿海价在155.5元附近换手及整理 他们看空的念想就会减弱 大家看鸿海股价被灌杀下去很快就会拉起来 这就是要让里面的人了解鸿海市值这个价格的 也让一些看空的人不敢过度的放空 而且目前鸿海的股价走势很容易就让一些无知小散户及小散户赚到钱 大部分的散户都是看到股价跌下去就会买 然后尾盘卖 要是当天被套牢了 他们就隔天或隔几天卖 鸿海的股价一直在创高 今天鸿海盘中最高来到161.5元 这价格足以让近一个月进来玩短线的任何一个无知小散户及小散户赚到钱 今天鸿海去供161.5元也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向上把一些会在161.5元以内卖的散户清掉 顺便让股价跌下来让一些想进来的散户上车 鸿海的股价在155.5元附近整理不会是什么坏事的 就是让鸿海涨势更稳健罢了 一些投机股及小型股 上涨就是垂直的上涨 然后垂直的再跌回来 那种是一些半吊子在控盘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一般外资群看到公司有利多 一定就是会做一个局的 稍后我们拿玉龙来举例 之前玉龙开始接N7订单时主力及外资群就进来 后面也是在利多10线前几个月才开始卖出 但那时散户都已经中锚定效应了 年限价格也已经足以让三大法人赚翻 之前有网友提问鸿海有关节能 减碳 碳权 绿能等一提 这些和经营比较没有关系的新闻我比较少在分享 不过如果有人很在意这类的议题 我也是能顺手分享一下 鸿海可以做到世界第一的EMS王者 一年营收来到6.6兆 一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一些很基本的事一定是难不倒鸿海的 我们平常就是看转型升级的题材 也就是电动车 数位健康 机器人 半导体 5G及AI 这些题材才是可以让鸿海营收重返成长的关键 新闻说 鸿海融灯两项CDP领导力等级 气候变迁项目或领导力肯定 鸿海永续推动在或国际认证机构肯定 全球最大的碳揭露非盈利组织CDP公布最新评级结果 鸿海在气候变迁 供应商合作 水安全管理这三项评级都获得提升 其中 气候变迁与供应商合作更是拿到领导力等级 充分彰显了鸿海在实现近零价值链的决心与努力 CDP评级一直备受国际市场投资人 客户及非政府组织的关注 更是被当作评定企业在环境管理及揭露面的重要标准 此次鸿海在评级成绩提升 特别是气候变迁由去年的B评级提高到A评级 供应商合作项目也从B评级提升到A评级 其中供应商更是连续两年提升 可说是集团智力供应链以及近零推动的成果展现 鸿海发言人吴俊逸表示 鸿海自从2007年开始参与CDP问卷 并且在2010年正式以鸿海法人为主体 填写揭露相关数据 深化和CDP组织合作 希望让鸿海在永续环保的推动路径 能符合国际趋势 透过第三方单位的检视 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努力 今年成绩有所提升 对鸿海相关领域的推动者都是很大的鼓舞 实现2050年全价值链的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离不开供应商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 鸿海与供应商就永续发展议题上 积极合作与密切沟通 希望能建立责任供应链的管理机制 这两年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分别成立绿能开发基金 设立绿能资产合资企业 就是希望带领供应链卖向净零的过程中 同时也能创造稳定的投资收益 能够永续经营持续下去 CDB的评级成果 代表鸿海始终坚持绿色智能 循环经济的环境发展策略 获得国际评级组织的认可 鸿海设下2030年要采用50%的绿电 作为卖向净零的重要里程碑 去年度集团大幅提升绿电采用 比例已超过40% 较原先目标超前达成 2023年 鸿海也首次发布净零愿景报告书 依循TCFD框架 披露气候风险 以及相应的减碳目标和行动 除了绿色能源 鸿海近年也致力于推动大棕原材料循环利用 例如和供应商合作推动再生铝合作项目 降低由于原材料开采造成的碳排放 在传统制造模式下 每吨铝会产生碳排放15吨CO21 而在生铝每吨产生的碳排放仅为2.8吨CO21 鸿海通过在生铝合作项目 2023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01万吨CO21 在水安全管理方面 鸿海在2022年曾宣布 在环境领域的长城目标中 至2025 集团用水密集度下降6% 厂区工业污水排放水质监测系统建制率100% 截至目前为主 集团已达成用水密集度下降6%之目标 废水监测系统建制率也已达93% 2023年集团正式启动 水风险评估调查 完整地掌握集团在水资讯的运用情况 以进一步优化水资源安全 未来鸿海将持续响应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将其纳入到公司治理及运营管理中 并持续在全球24个国家地区 205个厂区内推广 永续经营等于EPS加ESG的理念外 也将肩负其产业领导者的角色 携手并带领供应商及各方伙伴 在近零的道路上共建永续未来 有一些散户把股价当一个数字 觉得股价涨起来后就该跌下去 其实外资群及主力因为某一个原因进场布局 他们也是希望有机会公司就一直成长下去 就算不能成长下去 至少一个题材也要能赚到一点差价 我们从外资群及主力当初布局 玉龙的情况来看出他们的习惯 先看一下玉龙与鸿海合作N7这个利多出现的时间点 鸿海电动车LuxGen N7开放预定 预缴1000元享八大优惠 2023下半年交车 2022年9月1日 由鸿海集团与纳智杰合作的首发纯电动车Model C 在9月1日上午9时展开预定 正式车型叫做LuxGen N7 现已开放线上预定 10月15日前于官网刷卡1000元 即享有LuxGen N7八项专属优惠与NFT专属车级凭证 但大家最关心的规格 售价则依旧没公开 且预定网页在上线后10分钟就一度出现异常 当玉龙及鸿海合作的N7开始预购时 外资群及主力就先进去卡位 玉龙的股价也在9个月后见到了高点 一开始很多散户会觉得涨上去几天就会掉下来 结果硬生生地上涨了9个月才见到高点 会这样的道理也很好动 散户及市场需要时间去中锚定效应的 外资群及主力把玉龙从40元拉抬到94.5元 上涨了54.5元 合计上涨了130%左右 后面利多即将实现在外资群及主力也导货的差不多了 大部分新进来的人就是买在年限的76.9元 外资群及主力从40元开始拉抬 最终大部分进来的人买在平均76.9元 这就是锚定效应及统计均价的利害之处 玉龙股价之所以没有续航力的原因在于 N7只要出完货后面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利多 所以外资群及主力就会趁着N7出货前让散户中锚定效应 然后进来用均价76.9元的价格买走他们手上的股票 这就是一般外资群及主力看好一个利多从布局到出货的时间长度 这和一般散户觉得涨上去后几天就要跌下来是不同的 当市场知道鸿海在AI伺服器取的以下进展时 瑞银表示最新报告预计挥达的新GB200将为鸿海和伟创两家供应商 带来美机架内容的大幅增加 并预计鸿海和伟创各将拥有50%的GB200运算版占比 而鸿海则将成为挥达交换机的独家供应商 瑞银指出GB200NVL72伺服器机架有18个运算盘 36个运算版和9个交换机盘 而GB200NVL36伺服器机架有9个运算盘 18个运算版和9个交换机盘 至于目前的HGX AI伺服器 一个机架中有4个HGX机板 因此GB200伺服器机架中的计算版数量远高于HGX伺服器机架中的底板数量 一开始自然外资群 主力 法人就会先进来布局鸿海 在布局的过程中鸿海的股价就一直上涨 一开始上涨的过程中 一般散户一定是不相信的 但时间过去一个月后 渐渐由散户开始相信 这也是我说的锚定效应 股价在上涨的过程中 一定要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 这样市场才会去接受鸿海新的价格锚点 那外资群及主力会选择什么时候卖掉鸿海呢 其实过程中三大法人一定会持续的一直换手的 有的人看好到某个价格 有的人觉得某价格太高 他们就会不断的换手 除非市场看到一个很明确的点 也就是鸿海AI伺服器贡献不足以支撑股价 不然就是像玉龙这样 拿到一个N7订单后之后就没有了 以鸿海在AI伺服器的竞争力来说 应该是会持续朝着市战的四成为目标 只要AI产业复合成长性够高 鸿海在AI伺服器的接单越来越好 市战越来越高 这使你就不用担心三大法人出货 或者是股价快速跌回去 外资群及主力只要看到AI伺服器成长持续 鸿海竞争力一直维持 他们就不会预设立场 然后让获利奔跑 这也是我常说的 你想要赚到大钱 你一定要有外资群及主力的思维 而不是像个小菜鸡一样动不动就买来卖去 不然就是赚了几毛 几元就在那买来卖去 这一点小钱是改变不了你的人生的 外资群想要赚到AI百年大行情 他们一定是要持续的一直投入及观察 很多人以为差价是最好赚的 其实也不一定 你五年前投入买鸿海 在三月鸿海起涨之前 整个市场极度的看衰 这使你觉得你赚不到钱吗 其实也不会 近五年你领到了4元 4.2元 4元 5.2元 5.3元的股价 股价也因为净值提升从76元涨到106元 也就是鸿海真金白银赚给你的 就有22.7元的股息及30元的差价 等于就是52.7元了 五年前买净价在76元 等于你就是赚了70% 这70%是你所有的部位都赚70% 很多人在玩短线买来卖去 了不起就是一些部位卖掉赚30% 50% 而不会是所有的部位赚30%到50% 这一波鸿海上涨了50% 我相信大部分的散户是不可能赚到全部的 近一个多月鸿海股东减少了12.1万人 所以也不用和我嘴硬 外资群如果布局的时间够长 它全部的部位是可以赚到70%这样的水准 如果仅是在短时间操作 就算红海涨了50% 外资群及主力了不起 就是自己手上部位的一到两成能赚到 重点是外资群及主力 他们玩的是均价 绝对不可能是全部卖在最高点 卖在最低点 所以当你有外资群及主力的思维时 你自然是希望上涨的时间维持住 最好是半年 一年 三年 五年 甚至是十年 这样除了公司真金白银赚给你的外 还能赚到差价 大家看台积电 股价都800多元了 净值才133元 外资群及主力在台积电赚最多的 就是持有很久后 市场大部分人都相信台积电值700元 800元 这样他们才能赚到股息及差价 红海三月营收为4475亿元 月增26.97% 年增11.80% 应业达三月营收497.26亿元 月增35.7% 年增5.6% 广达三月营收为1017.09亿元 月增20.7% 年增9.7% 未创三月营收为898.31亿元 月增10.8% 年减5.4% 光宝科三月营收107.85亿元 月增33.5% 年减15% 人保三月营收为779.90亿元 年减2.21% 代工厂个股中 鸿海年增的幅度最大 广达还输给鸿海 广达股价都赶快到300元 我是不懂就思维鸿海股东为啥觉得105元 120元 134.5元 该把鸿海卖掉 鸿海是一家能连续三年每年赚10元以上的公司 一堆人不知道在看摔什么意思的 常常会去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个股 然后看几则新闻 说未来会发大财 他们就愿意用股价净值比5倍 10倍进去买 我也真的是服了那些人 大部分会在股市赔钱的投资者 他们都是没有基准点盖杆的 我近8年看上的任何一档股票 你放到现在都是赚一倍以上的 这就是有基准点概念的威力 美琳之所以想要把鸿海打下去 那是因为不希望鸿海抢了伪创的光环 之前AI代工厂指标就是伪创级广达 后面鸿海股价涨上来后 AI概念股指标就变成了鸿海级广达 大家看美琳在伪创中进出 从3月1日到4月8日以来 美琳买了伪创24164张 其中大部分股票都是近6个交易日买的 近6个交易日美琳就买超伪创24742张 美琳买到伪创的成本一定就是会在周线上 也就是127.1元 伪创2022年赚4.01元 配出2.6元 2023年赚4.08元 配出2.6元 结果美琳敢一直在100到105元的 鸿海中轨打墙的压制及贯杀 就知道美琳这操盘手的程度有多差了 如果不是操盘手程度差 那就是美琳操盘手心眼坏 鸿海2022年赚10.21元 配出5.3元 2023年赚10.25元 配出5.4元 获利比伪创高出一倍 配息也高出一倍 我也是不懂美琳是怎么想的 既然可以去拼命的灌杀鸿海 然后去布局伪创 如果让投资人知道美琳操盘手拿他们的钱这样乱搞 我想投资人之后就不敢去投资什么ETF或基金了 这些操盘手玩的不是自己的钱 就敢在股市中乱搞 美琳可能自己都不相信这一家公司好 单纯就是以为自己有筹码 自己就是老大 不然鸿海及伪创两家公司基本面及产业面摆在那 美琳竟然可以去买伪创然后拼命的去灌杀鸿海 真的就是不可思议 不过美琳去伪创也是好事一件 就让美琳和永峰哥一起去伪创携手向前 共创伪创悲惨的股价人生 永峰哥加美琳 这两个真的是一绝 可以让股价磨到你怀疑人生 就单纯为了满足他们在那短线及压制 今天伪创下跌6元 跌幅4.55% 成交量14万张 股价收在126元 伪创周线127元 差不多就是美琳近一周布局伪创24742张的均价 美琳本想坏心眼的灌杀鸿海 让市场的短线客 外资群 主力 散户进去买伪创 这样美琳就能完成一卖及一卖的赚差价 结果今天美琳在伪创中惨遭报应 买得24000张被套注了 现在美琳在伪创成为鬼灭之刃最高战力之一的套注 之后就让美琳及永峰哥在伪创中一搭一唱的共度股市赔钱人生 昨天收盘时伪创公布三月单月合并营收为898.31亿元 月增10.8% 年减5.4% 按照这个节奏来看 伪创2022年赚4.01元 2023年赚4.08元 2024年应该就是赚4.16元 市场把一家三线代工厂拿来和鸿海币 当初还在鸿海100元 伪创200元 广达300元 很多散户就是连最基本的基准点都没有 所以在股市中投资才会这么容易赔钱 鸿海净值107.7元 一年赚10.25元 配出5.4元 伪创净值36.63元 一年赚4.08元 配出2.6元 我是不懂投资人为什么觉得伪创股价该比鸿海高 我常说 股市分成投资及投机者 身为一个价值投资者 你不能被一些低级的投机客牵着鼻子走 那些低级的投机客就是希望你花高价去买他们手上没有价值的公司 他们可以用筹码去控制短线的股价 就像美龄这样 但长时间下来 价值是主人 价格是狗 这两者一定是会靠近的 伪创这种公司股价只要跌下来 我是不相信价值投资人敢报或去低阶的 一家三流的代工厂股价净值比3.5倍 鸿海市代工厂的龙头才1.47倍 稍微有一点点基本面及产业面功力的人都不可能去买伪创 这时会有人说美龄不是去买了吗 大家看美龄这么久了 她有多奇葩也不用我多说 美龄常常就是坏心眼的想要一买及一卖的赚差价罢了 美龄也不是真心的觉得伪创好 单纯就是她目前是伪创中的套柱 支撑着伪创股价 散户又短线客就把伪创通通导货给美龄 让美龄在伪创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一生 今天美龄在伪创中卖出14,939张 均卖价在127.69元 今天伪创收在126元 美龄近6个交易日在伪创中买超24,742张 今天等于算是止损卖出 这时会有人说 美龄明明卖在127.69元 但大家不要忘了 美龄每天买进卖出是需要成本的 今天美龄当冲部分就赔111万 平常美龄在布局买进及卖出时 也是会损失交易税 手续费及差价 所以美龄今天在伪创一定就是止损的 很坏心眼的弄洪海 结果今天伪创也是惨兮兮 大家看一下除了美龄卖超外 富邦卖了5639张 瑞银卖了4867张 大摩卖超3602张 元大卖超3148张 永丰金卖超2598张 国泰卖超1795张 小摩卖超1594张 凯基卖超792张 除了美龄之外 今天卖伪创的一堆就是 红海主力做多的外资群及内资 也是有可能红海中主力做多 外资群及主力做多内资 看到美龄弄红海 他们就去杀美龄买24000张的伪创股价 让美龄不敢再鬼打墙的弄红海 美龄只损了15000张伪创 大概还有一万张 如果今天卖伪创的那些 外资群及主力明天持续贯杀伪创 那美龄就只能含泪赔钱了 稍微有一点基本面及产业面的人 都知道红海比伪创值得买 美龄偏偏要蠢到去做多伪创 然后弄红海 其他的外资群及内资在做多红海 结果美龄一直在破局 那红海做多的外资及内资 也能到伪创破美龄的局 股市就是这样 美龄希望把红海打下去 这样市场就会去伪创买他手上的股票 这样美龄也才有机会买回他见价卖出的红海 但其他外资群及内资也不是吃素的 红海中做多的外资群及内资 一个月能买到五十几万张 拿个几万张去弄美龄的伪创 也不会是什么问题的 美龄想要让红海弱 然后资金回到伪创 现在红海中的主力做多外资群及内资 就让伪创大跌 这样散户就更不会想要去伪创中了 以基本面及产业面来说 红海净值107.7元 一年赚10.25元 配5.4元 伪创净值36.63元 一年赚4.08元 配2.6元 之前伪创股价超过红海 这已经是在考验投资人智商了 那时还是有很多散户觉得 伪创股价该比红海高 这种没有基准点概念的散户 获得过初一 也很难活过15 这几天我们追踪外资群在台积电 及其获得空单的变化 那时我说外资群在台湾 发生7.2级的大地震 都没有卖出台积电 了不起就是买期货空单避险 就知道外资群有多不想让台积电股价下跌了 大家看近6个月外资群买超台积电情况 合计买了67万张 其中有50万张成本在575元 散户越是不相信台积电值688元以上 外资群就一直涨 天天涨 涨不停给散户看 反正大部分的股票都在外资群手上 他们也不怕散户倒货 大家如果常常看外资群的操作手法 就会知道为什么我常说三大法人买的是散户卖的 三大法人卖的是散户买的 很多散户在卖了手上的股票后股价就一直大涨 散户会觉得自己很倒霉 其实和你倒霉就没有半毛钱关系 以鸿海为例 近一个多月三大法人买了鸿海50几万张 吉保股权分布中的中石户 大户及超级大户买走了70万张股票 鸿海股东减少了12.1万人 结果鸿海一个月就上涨了50% 大部分短线会卖的散户手上一定是没有股票的 一开始在105元 120元 134.5元卖的散户 他们会觉得自己很倒霉 之前鸿海股价涨超过105元 自己如果不卖的话 股价没几天就跌回100元 相同的情况维持了几年了 自己在某一次涨过105元卖 结果鸿海股价就一去不回头 其实和散户倒霉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一次鸿海股价涨超过105元时 有太多散户卖掉手上持股 结果被外资群 主力 内资买到 他们买到后就开始做一个大波段的局 如果这一次鸿海股价涨到105元以上没有人卖 那鸿海股价就会一直在100到105元整理 大部分的股东就会在那觉得股价怎么都不涨 这些股东中了锚定效应 持有鸿海的三年间 就觉得鸿海股价该在100到105元之间 这一次三大法人及超级大户把这些人清出去 现在在155元左右在洗盘 现在一定是不能让股价跌回100到105元给原本的股东买 一旦股价回到100到105元 那未来鸿海股价就是注定会一直在100到105元了 当鸿海股价在155元维持一阵子后 大部分的新股东成本都在155元以上 那之前股价在100到105元的锚点就失效了 因为中锚定效应的股东都卖光了 剩下的就是没有中锚定效应的 还有一些成本在155元以上的新股东 时间久了后 鸿海就能走自己新的路 不然伪创股价126元 广达股价287元 鸿海一直被一些看不起公司的股东持有 股价一直在100到105元 我认为也不是办法 看不起鸿海的人 你就去买广达 伪创 光宝科或英业达 就像美林吉永峰哥这样 就去伪创中了 不要再进来买鸿海了 当你们去伪创或广达后 发觉这些公司的股票开始变得要死不活 那你就要检讨一下是谁的问题了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 鸿海操作片 来第一排 摇滚区的观众朋友拿出你的热情 鸿海300 300 鸿海 300 鸿海 摇滚区的朋友们 拿出你的热情来 鸿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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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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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